這題是說,這兩個是x的多項次 他們兩個相減,次數是2 兩個呢,就是說 相乘 他們兩個相乘,兩個多項是相乘 他的次數 是等於6 那麼問,他的負荷函數 這樣是等於多少 我們曉得說 兩個多項次,如果次數不一樣的話 他的加減 就取那個次數最高的 比如說,這個多項次 是5次 這個多項次是3次的話 那麼一減的話 他的次數就是5次 現在的話 如果兩個多項次,他次數一樣的話 他可能首項 會被消掉 所以變成說他的次數 會比 這兩個多項次的次數 可能要少 也就是說 如果 這兩個多項次的次數不一樣的話 那麼他的加減 加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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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X 他的次數的話 就取什麼呢 取這兩個當中 次數最高的 也就是說 取他的最大 D1G Fx 跟那個 D1G Gx D1G 比如說 Fx 比如說 3次的 3x 3 加2x 加1 那這個Gx 是等於 2x 加3 那一加一減的話 最高次數的 都一定保留 所以他的次數 就等於他最高次數 但是 你如果什麼呢 如果兩個一樣的話 他可能會消掉 比如說 他兩個次數如果一樣 那一個 一個的話 就是說 比如說 3x 3 3 減掉 2x 加4 1減的話 最高次數的消掉 結果他降成 降成一次 甚至 有可能兩個就 變成長數了 比如說 如果是加的話 1減的話 就變成長數了 也就是說 這個東西的話 他原則上的話 他是什麼呢 他是小於等於 就這個東西 他事實上的話 小於等於的話 沒起碼是這個東西 有可能消掉 好那現在的話 他次數2的話 有可能 這兩個最高次數是2 有可能的話 這兩個的次數 一樣 但是呢 第一項被消掉 所以我們就來看看 相成 相成就比較單純 這個兩個呢 都像是 相成以後 他的次數 就等於 個別次數 把它加起來 就等於 D1G Fx 加上D1G Zx 比如說像剛剛的 剛剛Fx的話 比如說是三次的話 3x3 加2x加1 那這Gx的話 比如說兩次的 x平方 加2x 是-1 1x的話 就看那個最高次數 最高次數的話 就三個三次方 乘一個平方 這比較五次方 所以他次數就直接 這兩個次數相加 這個次數是3 這個次數是2 1x以後 他的次數就是3加2 3加2就是這個3加2 如果兩個多項是相乘的話 他次數就等於 兩個多項的次數 直接相加 他相加以後 他等於6 如果他兩個次數不一樣的話 比如說 一個是5 一個1的話 那這一減的話 次數一定是5 取最大的 但現在次數是2的話 代表什麼 代表他首項會消掉 也就這兩個次數要一樣 那就是這個是3 這也是3 然後三次的那一個 被消掉 就剩下兩次 那既然我們曉得他是三次的話 那麼合乘函數呢 合乘函數就變成 3乘以3 就等於3乘以3 就等於多少呢 等於是3乘以3 所以次數的話是9 比如說幾個例子 比如說fx的話是這個 那我現在的話 取他的負函數的話 fx fgx 那這樣的話 x就代x 就3 gx 的3次方 再加2 gx 加1 那次數就是看那個最高的 最高的話 gx的話 他次數是2 那x 就是說 變成這個是 x平方 加2x減1 的3次方 gx等於這個 3次方 3次方就看的話 最高次 最高次的話 x平方的3次方 就x的 平方的3次方 就等於x的2乘以3 那這2的話是什麼東西啊 2的話 gx 或是三乘的 三乘的 這是fx的次數 fx的次數是3 gx的次數是2 所以是三乘的 所以變成什麼呢 變成是什麼呢 變成這個 變成是dg fx的次數 乘以多少呢 dgx的次數 dgx的次數 那現在我曉得 他的次數是3嗎 他的次數也是3 我剛剛講的 所以他次數就是9 所以答案是9 所以這題答案應該選1 9 1 2 1 1 1 2 1